歡迎收看古奇來點名 那今天整個大盤跌了157點 那伊朗跟美國會不會開戰 這是政治問題 我想我們在國內 不管看多少的報導 都是根據外界外國的媒體所報導的 因為其實會不會再擴大 誰也不知道 但是操作上 如果台子或個股都一樣 設好停損就好了 因為這是突發性灰經濟因素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操作原則 你買進股票 我一直強調低位階 高值利率不要追價 那今天很多股票因為你追價 所以你的成本是比較高 所以你今天可能是虧損的 但是你如果是低位階買的 你今天你還是賺錢的 那我們一直談到一些股票 譬如說 我們在現在1月嘛 我們在11月12月我們講的這幾檔股票 低位階高值利率 這兩個月我幾乎每一天 標題上所講的股票都是這幾檔 包括12月的還價 那現在是1月嘛 那這幾檔股票 今天今天有樂 都非常抗抵喔 今天世界先進 抗抵對不對 今天就是100幾檔嘛 今天精采也是跌一點點 今天亞光呢 開盤來開高 另外亞光轉投資的亞太 亞太今天呢 歷勢上漲 原相呢 創新高 今天大盤 就1507點 那我要跟大家談什麼概念 大盤在這裡做震盪 當然是一個高難度的操作嘛 那你針對基本面具選股 低位階高現金值利率的股票 你不容易賠錢啊 我們來看一下原大 原相 他籌碼鎖定 今天怎麼樣 今天逆勢洗盤嘛 創新高啊 在這裡買 一樓器嘛 是不是一樓器 他是創新高 從115 125 135 145 155 那買的時候呢 有沒有追價 沒有追價嘛 低位階 高現金值利率對不對 但我之前都沒有談到核大 今天為什麼講到核大 因為我之前這一檔股票 我說你要跟著我做嘛 我說他已經上來了 對不對 這周線嘛 他今天連傷紅 包括上禮拜五大盤碟 他也在漲嘛 一樣啊 低位階 有沒有追價 沒有追價嘛 是上去了 這跟亞光一樣啊 是特斯拉概念股嘛 大家記不記得這一張圖 我說法人的選股邏輯 對不對 蘋果創新高 特斯拉創新高 那你要去找跟這兩個族群相關的 那這兩個族群相關的股票那麼多 你只能找一兩檔嘛 你不可能全部買對不對 那我找兩檔啊 一檔亞光已經上去了嘛 另外這一檔啊 這一檔也是核大嘛 這個也是核大嘛 這是周K線 第一個低位階對不對 他現在創新高了嘛 所以他突破頸線啊 歐斯一檔一檔操作 從原相 世界 金彩 亞光 繁甲到核大 那現階段來講呢 大盤在這個地方 你要怎麼看 除了各股地位階 作教對不對 你這裡買 這樣作教嘛 那你在這個時候 你去亂追一些股票 你今天可能沒賺錢喔 有可能短線上套牢嘛 創新高啊 還會漲對不對 那這一檔是什麼 為什麼漲 3D感測嘛 它是光學股跟亞光一樣啊 那上次我跟大家談 玉金光已經大漲了 我這一賣掉那一類不要追 那你弘低去買類似這一類的股票 都寫在這裡啊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大盤 大盤先拉回 這個地方上下區間大概是300點 這裡也大概是300點 目前走勢跟11月底相當類似 那這個是月線 這個是月線 向上的 11月底拉回到這個地方一個平台 在月線跟季線之前 這個地方 然後往上突破 這個地方沒多久 大家應該印象很深刻 很多投資人在那裡放空 或在那裡不敢買股票 可是在11月份 我剛剛講的 我買什麼 買原相 買世界 買精彩 買房價 對不對 包括現在的 核大 現階段來講我還是談到專注當下 專注當下去買 在這個時候你去買 你可以賺到世界 可以賺到原相對不對 那目前這裡要怎麼看 這個黑K線跟這裡有點類似 那這個區間也大概是上下是300點 而且同樣的 同樣的出現缺口 同樣的在月線跟季線之間 那這個地方明後天就相當的關鍵對不對 非常非常的關鍵 那會不會跌破 我不知道 我說過這種 突發性的非經濟因素是最難測的 你看一大堆報導 其實都沒辦法 這個大堆在這裡 突發性非經濟因素很難測 但是這裡有利多有利空 油價上漲對售化股比較好對不對 那你說伊朗會被報復 美國會被緩報復 不知道嘛 但你操作台紙的話 這個地方如果跌破 就射停損 就跟這裡一樣嘛 那你股票的話 你就專注當下 在這個地方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低位階 高值利率 同樣的操作模式跟這裡一樣嘛 在這裡這樣操作 你可以賺到什麼 啊 世界先進就是在那個時候買的啊 11月 11月對不對 拿著通貨嘛 11月在這裡嘛 結果11月做K線 從這裡漲到80嘛 這個地方低位階往上走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到目前 現金值利率還高達4%嘛 我們再看原項 原項這裡是11月嘛 往上走對不對 它今天創新高嘛 為什麼在這裡嘛 因為它這裡是一個頭肩底架構 然後呢 它是光學股 任天堂概念股 3D感測股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大概115左右嘛 它今天創新高了嘛 一個頭肩底架構對不對 不追價低位階嘛 11月 這周K線上去了嘛 精彩的周K線也是一樣在這裡買嘛 所以我要跟大家談什麼概念 專注當下 趁大盤在震盪的時候呢 好好的去規劃 尤其你手中有資金的 找一些低位階 高現金值利率的股票 譬如說呢 核大是不是上去了 連山紅嘛 從上禮拜到現在大盤在跌 可是它是連山紅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呢 最後洗盤對不對 正大盤在震盪的時候 最後洗盤 把握機會操作不順利的 把電話撥通 休息一下 運達頭顧好看 弄在這裡啦 運達頭顧好看 弄在這裡啦 舉起身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又有機會得到飆火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 關心的是競爭力 變大一步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創意比賽 競載運通 歡迎回到現場 如果上禮拜 你跟著我布局這一檔 你就記亞光之後 何大師又上去了 特斯拉概念谷 特斯拉概念谷我只選兩檔 為什麼選這兩檔 第一個 它爆發率最強 第二個 它在低檔區 那亞光已經印證了 它往上走對不對 對背著去到一百塊 何大又上去了 世界先進也是一樣 還是在高檔整理 原相 操作上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你要有一個觀念 低位接高現金值利率 不要隨便亂追價 在上禮拜 在上個月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不要隨便亂追價 你今天亂追價的結果 你今天可能股票上 你短線上又出現套牢了 可是我標題寫的這幾檔股票 我寫了一兩個月了 都是怎麼樣 六個字嘛 大仗小回向上 大仗小回向上 那原相今天創新高啊 那往上大漲了兩三成以後呢 就不要去追 那跟著我另外會找一些股票呢 在低檔去卡位嘛 那上禮拜反甲連四紅對不對 他今天拉回大仗小回嘛 那今天換核大雷三紅往上走了 我談的操作理念全部都一樣嘛 都是這幾機嘛 接下來一月份嘛 那核大是不是又上去了 你要鎖定了才出手嘛 你不要看到盤中哪一檔股票大漲 你就鬆動去追價嘛 會員的安全買進價位最重要嘛 那你低位接低檔去買 你就不容易賠錢 不容易套牢啊 那往上走 你就有機會 轉波段嘛 像這個低位接對不對 現在往上走了嘛 連三紅啊 我說我會想盡辦法讓會員做教啊 是不是一檔一檔做教 是不是一支一支桌教 因為核大是上去了 環甲上去了 原相上去了 世界先進上去了嘛 這些都是法人最喜歡的股票啊 是法人台教 我說我是在炒盤 我不是在改盤 今天沒有多少股票創新高啊 你今天來解釋原相 為什麼創新高 解釋核大 為什麼連三紅 沒有要罵 你要出手啊 出手賺到才是操盤嘛 那不是隨便買一些阿砂部落的股票喔 我買的都是有體質的 那些亂七八糟的股票我不買 只買這一些嘛 譬如說呢 譬如說世界先進 你在這裡買 在這裡買 現金值利大概5% 你在這裡 現金值利還有4% 定存多少 定存1%啊 所以在這裡為什麼跌不下去 他今天也抗跌啊 為什麼跌不下去 為什麼會亮縮 因為還沒結束嘛 你在這裡問答答這樣是不是 操縮 你在這裡這樣是不是法人 給你操縮 給你操縮 你是不是操縮 為什麼今天沒有重錯 因為現金值利率怎麼樣 現在還有4%嘛 所以法人還續爆嘛 這個叫大帳小回向上嘛 那因為他是成長股啊 他明年 他今年第一季 新加坡產能進來嘛 他產能增加15到20% 他訂單接滿了 所以EPS一定會隨著產能往上創新高嘛 我說那些阿三部的股票我不會去買 說有一個人膽子最小 我膽子也很小啊 我不會亂追不會亂買 只買高現金值利的股票 然後呢我只逢低買 網上幾漲我也不追 所以呢你標題上看到的 這幾檔股票 我標題已經出現了一兩個月了 都還是賺錢的啊 甚至抗跌 甚至逆勢向上 原因向今天逆勢創新高嘛 你要了解資金 資金的流向 他決定你選股的方向嘛 那目前來講呢 台幣升值 在12月1月一直升值進來 那些錢 到底流到哪一些股票 這個才是你要注意的重點嘛 流到哪一些股票 這幾檔股票都是嘛 這12月底啊 這1月7三 我說你跟著我做 把握機會呢 我們一檔一檔操作 我會想盡辦法 讓會員奏教 讓法人來抬教 讓你的會會有價值 休息一下 運搭頭部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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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搭頭部APP 貨電02-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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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比賽 竟在運通 創意比賽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先看一下大盤K線 順便講台紙 我說這個黑K線 目前來到這裡對不對 跟這裡有點類似 在月線附近 這上下震盪區間 300點 那目前這個地方 如果做台紙的話 你要去注意 這是日K線 那我們把它用成60分鐘線 這是60分鐘線 這段到這段 它就是這一段跟這一段 這裡一樣 同樣出現一個跳空缺口 然後在這裡做震盪對不對 跳空缺口 在這裡做震盪 那這個位置跟這裡相當類似 那這個地方操作 我們當時操作也是一樣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你做好停損 往下停損 那往上呢 你就續爆嘛 往上突破 就可能會是一段 那操作上呢 我們一直強調 個股的部分 跟大盤的部分 你這樣來操作 因為目前來講 突發會經濟因素 這個誰都無法預測 但是你台紙的話 你把停損設好 因為伊朗他會不會報復 那川普會不會再反報復 其實呢 這只有他們知道 但是在個股的部分呢 操作就比較單純了 個股你就找低位階 高現金殖利率的股票 去做操作 譬如說像目前來講 另外你還要注意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現階段 上個禮拜 美軍空襲伊拉克 對不對 現在這兩個國家 會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油價上來了 售化股上去了 會辦下來 台積電下來 這一個禮拜 你要注意什麼 美國消費電子展 在這個禮拜展開了 有哪一些股票 尤其是超微 台積電 超微有新的要公佈 新的力度要公佈 台積電也一樣 新產品 再往下 下個禮拜 台積電16號 華碩會 華碩會公佈什麼 他會公佈第四季 他賺多少錢 台積電第三季賺3塊9嘛 那第四季賺多少 同時他會講第一季 第一季的展望 還有第二季呢 無奈米量產的進度 所以這個都是你現在 操作個股你要關注的重點 那這些股票 跟這些有關係的股票 如果在低檔區 你就要趁這個時候 趁大盤震盪的時候 趁大家不敢買的時候 你去低檔佈局 專注選股 你才有機會 賺到波段嘛 那你等到漲上去了 你每一檔都要追 這些股票你怎麼賺 你怎麼賺 你要怎麼賺 這都會員的十股嘛 我幾乎講了一兩個月啦 都是賺了波段啦 今天來講呢 大上小回向上嘛 這一個股票我給大家看一下 原相 這當時這十一月嘛 十一月對不對 我說它是什麼 頭肩底架構 在這裡買 在這裡買籌碼沉澱對不對 量縮掉了 同時我跟大家怎麼談 我說這個頭肩底呢 往下的量越來越少 往上漲的量越來越多 代表賣壓減少 同時有人進場呢 這在這裡買 很漂亮嘛 你要對我做到嗎 十一月初 十八十五富金嘛 今天一百多貴了嘛 它是不是大上小回向上 這個地方嘛 大上都在看 有可能沒買 我不只講一天 這個也是原相 這支也原相 你看看幾多支都一樣 這是原相 周K線一個頭肩底 這也原相 結果呢原相上去了 你佈局完了以後 它是突然衝上去 然後到現在呢 一百五十幾嘛 這樣是不是一個頭肩底 你在這裡是不是很好買 周K線 上去了嘛 這樣是不是轉波段 如果在這裡 你把電話撥通 你能不能賺到錢 你能不能賺到錢 有多久的時間 有一個一把的時間嘛 那除了原相以外 在世界先進也是一樣嘛 十一月喔對不對 這也是世界先進 這個也是世界先進 後來呢 上去了嘛 在這裡對不對 蟻的跪 七的跪 八的跪嘛 什麼做教 他是不是做教 都會員的持股啊 會員都在看嘛 我說把證據拿出來啊 這張這麼多久啊 這核大最近漲了嘛 今天原相上去了 現在創新高 今天大房子漏 他創新高嘛 這叫逆勢洗盤 逆勢洗盤對不對 第一位接旗長 蓮山洪嘛 他是蓮山洪 那核大證據在哪裡 除了這裡以外 核大嘛 上禮拜還在講 核大上來了啊 他今天又繼續漲蓮山洪嘛 我說把握機會 如果你操作不順利的呢 把電話撥通 類似這樣一檔一檔操作 對不對 我說過呢 我的會員的承諾是什麼 我會想盡辦法 讓你做教 我不衝動追教 你上禮拜衝動追的人 今天應該都沒有賺錢才對 我會想盡辦法讓你做教 讓法人來抬教對不對 這個叫操盤 實實在在績笑 會員都在看嘛 操作不順利的 我再講一遍 大盤震盪的時候 類似這種股票 下一檔你要跟著我做 在大盤震盪的時候 最後起盤 把電話撥通 把電話撥通 我帶你佈局 謝謝大家 本集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上youtube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一擊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運達頭部好看都在這裡啦 今日起身裝運達頭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部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